Hello,各位Homely的会员朋友以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Homely的MarketWatch,今天是12月28号啊,离本年度的话还有最后的两天啊,应该是两天,三天,本周的话呢也是只有四个交易日,是吧,所以呢也进入到一个年关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候了,今天呢是拜一啊,我是Homely的MG,现在是晚上的10点51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哈, 就今天呢,我们能发现啊,其实马股市场有很多利好的消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把这个假期的一个红包啊,给大家去赚这个红包,但这么多红包里有大有小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为何单独钢铁股狂飙,那么我们会分享到的股票呢,有这个马来瓦,还有这个CN Asia,还有马来西亚Steel, MyCoin, Tesco, and Farmanica, 啊,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一些利好的消息,对吧,我们等一下分析行情是会讲到,那为什么会会会会会会单独啊,这个钢铁股标的这么厉害,那有一些国民朋友也会问啊,还能追嘛,对吧,关于这个板块,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个,分享过一期视频呢,没有看的朋友呢,我把它放到视频下方的Description,可以点击来观看啊, 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好,当然呢,我们,呃,这个视频呢,是给大家分享和学习的啊,所提到的任何的股票呢,是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也没有的股票推荐的一个,呃,福利啊,呃,这个股票推荐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每位投资者需要,啊,这个,注意你的投资风险,好吧, 然后第一个呢,我们会分享到整个行情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利好板块的一些概念啊,今天是不少的,第三个呢,钢铁股是突然狂飙吗,怎么去提前发现它,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好的,呃,今天午餐啊,今天午餐稍微是这个,中午的时间稍微有点忙,所以没有写的特别完整,只是给大家做了这个指数板块的一个分析,个股的话没有做太多啊,这边是上个拜四的啊,主要是这个啊,今天,而且还没有, 就来得起翻译成英文,实在是太忙了啊,月底,我们来看一下KLX啊,KLX的一个情况,嗯,我们把这个板块啊,给它调出来,嗯,这是我们的板块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今天的图啊,对吧,我们呢,先看一下指数,先大后小啊,先看一下指数的情况,看看呢,有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指导啊,这个很重要,但是往往被很多投资者呢,忽略了,嗯, 在哪里呢,在这儿,今天这个指数情况呢,还是处于这个,上涨通道线的一个下方,那么今天呢,冲高了一下啊,冲高回落, 然后呢,一直收到1643点,那么1643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在这一根阴线一半以上的位置啊,这个阴,呃,这个阴线呢,是超卖的最后,最后一根拉烛,1639啊,它一半的位置是1639,所以整体行情,从短期来讲呢,是保持的,不能说特别强势,只能说保持,我们说强势的话,它应该能够顺速的回弹到上升通道线, 哎,直接把这边的做成一个超跌,对吧,呃,那么从周线图来看,之前我们也说过啊,这个,阳主一半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呢,是1654啊,1654,1655点,那么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点, 大概就还有差不多10个点的样子,对吧,如果能够顺速回升上去的话呢,那我们这一个礼拜,对吧,年底的话,可能呢,这个红包会更大,那目前来讲呢,只是给到一些概念的红包啊,其实,从指数和板块来讲呢,大的这个,这个这个概念来讲呢,其实不是特别明显的,其实我们从这个指数能够看得出来,对吧,像之前啊,这种大帐的这种,嗯,复苏板块的这种行情呢,现在是没有的,基本上是什么,这种小的一个回弹, 但是我们依然是可以找到红包啊,那你要抓住正确的一些,一个点啊,比如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就是分享到的,我们从板块里面一个一个来说,啊,刚说的是指数啊,当然关于指数的话,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琼斯,道琼斯的话呢,盘前啊,现在,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已经开盘了,给大家,哎,不好意思,那看一下这个道指啊,道指的一个情况, 嗯,DJI,其实我们已经看了盘前的啊,这个道指期货就是很大的一个,高开,啊,这个,我们给它放大一点,那高开,微微高走,目前来开始微微高走,不能够说,你看它整个这个盘啊,这个横盘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能说了,高开,微微高走啊,我们具体的要看盘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呃,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特朗普啊,签,啊,已经通过了这个,总规模为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苗的纾困法案,和政府的拨款法案,之前是两会通过,但他没签字,现在的话呢,哎,签完字了, 之前我们也说过,对吧,迟早都会签的,这个没办法,国会的力量肯定会更大,那么盘前的话,呃,道指是上涨很多,纳指是直接创了新高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去看了,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一个利好来讲的,对吧, 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本地的一个板块情况啊,当然关于疫苗这一块的话,我们等一下,呃,呃,疫苗情况等一下我们会去在,在板块里面去详细说,啊,我们看一下啊,今天这个交通,交通板块是涨得最好的,哎,我们看一下交通板块涨最好,2.82%,然后呢,是这个科技板块,啊,金融,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建筑,然后就是小股了,其实今天的好消息基本上就是发生在,在这个里面,在这个 前面三个板块里面,对吧,啊,当然钢铁股呢,它是属于工业板块里的啊,钢铁属于工业板块里面,你看啊,它整个指数来讲的话,只涨了0.76%所以呢,你是不是要抓住点啊,对吧,抓住点才可以,有的时候呢,呃,要抓住一些正确的概念啊,不一定是这个板块,当然板块也有方向心理个指导,跌的最多的依然是Hescare,健康医疗板块,我们就可以看看啊,先看一下这个Transportation,Transportation的话,我们就讲到这个板块的话,就一定要 讲到什么,它的这个,啊,跟疫苗消息相关,对吧,疫苗消息,今天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是有收到一些消息的啊,这个呢,是会员朋友给我发的啊,会员朋友发的,就是这个发骂,今天下午,你看四点钟的时候,发布什么呢,就是说,将会有效的分发新冠疫苗,并且优先考虑安全性,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会分发,分发的话呢,其实它就直接跟这个交通是相关的,考虑有安全性, 说明什么,它其实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好,这个呢,我们要参考其他的市场,我们一下一下来说,关于这个发码啊,这个分发的话呢,这边有讲到一些啊,这个,这个,这个,有五座仓库组成,一直有四百名熟练,物流和配送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看一看,它本身的这个,呃,疫苗的股的一个反应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交通运输的一个反应情况, 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疫苗股呢,它本身呢,从其他市场来讲呢,不是说那么的好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疫苗股啊,呃,这个是发骂啊,直接呢,它其实今天整个,就是财涨了多少了,一点二八仙,一点二八仙并不是说特别好啊,对不对,那么不是特别好的话, 那我们看到它,尾啊,尾盘,你看到吗,尾盘拉伸,对吧,尾盘拉伸,然后呢,庄家来讲了,目前占比只有十三,十八八仙,这不算特别好,对不对,啊,不算特别强势,所以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反弹行情,呃,那么我们也有这个会员朋友啊,比我发现的早,对吧,他说,老师六十分钟图上,我们有主力吸筹了啊,这个非会员朋友不是很了解, 那么对于会员朋友来讲呢,这是一个提前发现主力去吸筹的一个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反弹行情,为什么呢,六十分钟图上,它还是在这个线的下方,对吧,还是在线的下方,它能不能突破,这是要打一个问号,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了,这个蜡烛TrainExport,它没有成功突破主线之前,我们都是不考虑的,对吧,都是不考虑,因为它还是风险性比较大,一般要成功突破才是比较好的,对吧, 那有些朋友呢,他觉得说特别有信心,其实我们还是通过图表什么,去合理的控制一下我们的一个情绪,对不对,所以我的一个意见啊,根据这个图表来讲的话呢,你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反弹行情,你不能够保证它怎么怎么样,说到这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辉瑞疫苗和莫德拉之前的一个表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好,这个是辉瑞啊,美国辉瑞疫苗,你看哦,它之前那么利好啊,占完一波,立马就下来了,看到吗,并没有特别持续, 这个下跌的这个阶段是它不断的去受批获释的阶段,看到吗,受批获释它也是下来了,对不对,当然了,还会受到那个黑天鹅的一个影响啊,就是疫苗的这个有效性的黑天鹅的影响,那么,那它整体来讲啊,动荡性特别大,而且呢,目前来讲啊,并没有太多庄家,15%的庄家,红色资金是庄家啊,这个资金呢,能够决定这是股票上涨的持续性,非常重要, Modella我们看一下,对吧,它也是货币非常多,但是最近一直都是走下破路,对吧,然后呢,这个庄家的现在是减少到54%,对吧,前面涨一波,拉伤完了以后就下来了,所以你没有发现,疫苗股本身的话,你需要什么呀,即使套利才可以,对吧,即使套利,包括我们本国的啊,这个solution,solution来讲来,庄家现在资金是多少呢,啊,就差不多是70%吧, 啊,七八十八仙,但是它现在,有些人说,哎呀,趁着它跌赶紧买,因为庄家还在,啊,那其实正确的,读表的一个形式是什么,这个庄家啊,这个,这个一定要止跌了,出现买入信号才能买,你现在有没有出现买入信号,并没有,所以你现在去average down啊,去DC是很风险的,对吧,我们,我们虽然不是说它是下降的趋势,但是目前来讲,它并没有说,啊,止跌,那么在没止跌的时候呢,就是很风险,你要等到它,这个60分钟有买点, 才进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0093,看一下它60分钟,是不是有我们想象中的,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啊,这个图表有点慢,没有连上啊,稍等一下,嗯,好的,可以了,好,我们再看一下, 0093,好,这个是60分钟图,看60分钟图,它连红的没有转,看到吗,连发骂的话,它至少在这个主线下方转红了, 但这个连红的没转,那你告诉我,你能买吗,不能买啊,要小心,对吧,然后呢,宾泰的话,那更加奇葩了,对吧,整个庄家的话跌到只剩7%了,危险吗,很危险, 你还敢去average down吗,不要average down了啊,图表已经告诉你了,庄家干嘛,已经跑了,你还进去干嘛, 相反的话呢,对吧,我们正确的逻辑啊,你如果不是说特别会,读太多经济面的东西, 我们拿图表就可以了,因为图表能够帮你包容消化所有市场的一切, 庄家是研究基本面,对吧,你不研究基本面没有关系,你跟着庄家就好了, 因为他帮你出研究,他帮你消化,你跟着他走就对了,对吧,因为他在的地方呢, 市场就可以往上走,就这么简单,好,这是关于疫苗本身啊,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刚刚说的这个运输,运输这块的话呢,今天其实啊, 有这个看到吗,这个11样,11样本身它也是这个shipping方面的啊, 他今天呢,是涨了17个巴仙,啊,在data上呢,有轻转的买点, 但是他其实也是什么,上涨以后的回调, 庄家大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什么,控盘了, 庄家啊,红色的庄家就已经什么,已经控盘了, 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机会了,你如果能够通过软件提前把你选出来的话, 你是可以更早的去入进去的,这是关于这个,啊,是一样, 还有这个,对吧,Tesco,Tesco呢之前讲过很多次,冷链运输, 今天也是涨了10巴仙,他也是前面一直都是有庄家控盘的, 对吧,所有冷链股里边呢,它是啊,就是最强的,中间就是会有一些调整, 目前呢,又慢慢往回走,那这种股票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在盘中去找寻他的一个买点呀, 但别有工具的朋友呢,你光靠猜想也是很难的啊, 60分钟图上这个突破主线的位置呢,是今天早上的10点钟, 看到吗,突破早上啊,这个早上的10点钟就有买点, 那么之前这种买点呢,就不要啊,放弃,对吧, 这种很危险,就像发骂现在也出现买点, 但是在底部啊,不要动,对吧,等到上穿主线你再动,对吧, 因为安全第一,赚钱第二啊,我们保证安全在这儿, 10点钟到这儿,你呢,你赚不了10个巴仙, 7个巴仙到手,可以吧,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后面的话呢,只要庄家还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保持啊, 日线的庄家有差不多80巴仙,对吧,也是很稳定的, 那这个是对于他的一个利好,对吧,他也涨了啊, 10巴仙,呃,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是运输股啊, 我们就看两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嗯,其他的,其他的这个股票啊, 我们稍微加快点速度啊,科技股,科技股的话就是, 没有做重点,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稳健的一个市场, 对吧,所以基本上的那些,啊,中长期投资者呀, 你想工业股啊,科技股啊,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们再看一下银行,银行板块的今天是危障啊, 啊,那银行板块呢,就是啊,很多银行都发,都宣布了要这个分红太息, 对吧,这是一个利好,但是呢,跟之前那一次,啊, Public Bank分红的那个效应来比呢,就差一点, 所以你看到啊,整个来讲,他也是有起的, 你看到这个是Alliance Bank,有起起的不多,0.69% 庄家呢,跟之前来比的话呢,现在是还在酝酿过程当中, 没有完全回来,看到吗,啊,跟之前是减少啊, 但是呢,他还是趋势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庄家还有57% 那这个是Super,啊,这个Supermax,啊,我们就看了这一支银行股啊, 所以你看到啊,有分红效应,有分红效应, 但是并不是说那么的好,对吧,并不是那么的好, 就是涨幅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其他的, 啊,Construction,他也是有一些项目之类的啊, 然后我们Energy,这个钢铁工我们最后讲,好吧, 最后,最后一个板块讲,然后这个Hesk的话, Hesk呢,依然呢,就没有什么庄家, 整个板块的话,只有2.55%, 所以我把这个,啊,这写错了啊, 这应该是,啊,健康医疗不是银行啊, 这是Supermax啊,业绩,业绩报表, 但是呢,股票呢,啊,非常糟糕, 今天还跌了6个巴仙, 基本上呢,已经0巴仙庄家了啊, 到今天为止,已经是0巴仙, 这下一个一点点,现在已经是0巴仙, 所以你还持有手套股的朋友啊, 你就不要迟迷不误了,对不对, 早就应该砍掉了,我们会员呢,啊, 在这边就已经砍掉了,不说非得在这个最高点砍掉, 但是呢,次高点已经能够帮我们赚很多钱了, 对吧,基本上到这边的话呢, 那很多朋友就是在这边追高, 然后在这边被套了,有软件的话呢, 你发现庄家一直不断在减少, 那你还拿着它干嘛,小心,对不对, 小心,好,这个是关于行情啊, 我们等一下会说钢铁股, 关于行情这块啊,如果呢, 你想要在盘中收到我的这个午餐的这个帖子啊, 在我的WhatsApp收到午餐的帖子, 基本上我会是分析整个板块和指数的情况, 重要的消息,对吧, 你看今天这个钢铁啊, 等一下会讲, 然后呢,个股,个股方面什么样, 然后还要分析几只个股啊, 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分析个股, 但是呢,有时间的话, 都会给大家去分享, 从技术面告诉大家这个庄家的一个情况, 对吧,如果你想要收到的话呢, 可以呢,直接发送Homely Lounge到011-1652-7962, 对吧,如果你想要在盘中收到这个盘中的一个更新啊, 直接发送Homely Lounge到011-1652-7962, 这关于行情更新, 好,我们再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钢铁, 为什么今天这么的利好, 但是呢,只有它标的这么厉害, 我们知道它也是附属概念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从技术方面啊, 然后多个方面去跟它去分析一下, 首先从这个消息面的话呢, 也是有消息面的支撑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面的支撑呢, 就是上周四的话呢, 这个反倾销的这个政策啊, 本国上个拜四就有了, 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对中国, 韩国呀, 几个国家的这个钢材征收临时反征销税, 今天下午, 对吧, 今天下午的一点钟, 又发布了这个对于印尼啊越南进口的这个钢材, 这个呢, 就是对钢铁股的这种特殊的一个保护政策, 其实啊, 那不管保不保护啊, 反正我们这个钢铁股有利好就行, 对吧, 而且有资金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发现, 那不是所有好的消息的股票, 它都能涨啊, 对不对, 你看到银行股那上次涨那么多, 这次为什么没怎么涨啊, 都是封红的利息, 这个消息, 而且这次发布的银行更多, 上次就一间银行, 这次好几间银行发布, 都是张一点点, 为什么呢, 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资金去推动它, 对不对, 有没有, 尤其是大的资金去推动它,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钢铁股, 比如说今天涨了最多的, 这个涨了71%啊, Malewa, 它是今天暴涨之前, 看前面有没有蓄力的情况, 早在这一天就已经有庄家介入了啊,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规律, 基本上呢, 这个钢铁啊, 原材料啊, 这些股票呢, 大概是从11月20多号, 最早的是10月19号, 就已经有庄家开始介入了, 你看到吗, 庄家永远是最早知道内幕的, 他们, 我不管知道, 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政策也好, 或者什么的也好, 他一定是比你敏感的, 对不对, 就是比你的袖着又灵敏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承认的吧,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一定是提前去做一些准备, 所以你看那最早是10月19号, 然后呢, 一大部分的钢铁股都是在11月23号, 24号, 27号, 就12月份之前就已经建仓完毕了, 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已经, 庄家就已经空盘了, 到后面的话就等再拉伸了, 用homely的这个语言来讲, 叫做快马加鞭, 对吧, 快马加鞭, 那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黑马厨师, 看这个对吧, 现在的庄家这是到79%了, 那么他三天前, 看到吗, 三天前庄家再次拉伸, 那你上个拜三, 你进来的话, 今天你就等着坐收余力了, 那会员的给我们的反馈就是, 哎呀, 老师我早在上周就已经布局好了, 那非会员的给我的反馈就是, 哎呀, 早就听了您的视频, 但是呢, 没有敢买, 因为太高了, 他觉得前面就高了, 对吧, 那今天岂不是更高啊, 那现在还能追吗, 那现在就已经是最高了吗, 你都要打个问号, 都要是理性分析的, 对吧, 看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个是CNA社, CNA社的话呢, 也三天前庄家爆拉, 对吧, 就已经有这个征兆了, 现在来庄家是一直是深藏的状态, 但是这个股票呢, 今天有那个, 呃, 这个马交所啊, 这个发出了这个异动的质询, 那如果他真的是受限价的话啊, 一般是限一天价, 再暴障一天就结束了, 那如果他没有限价的话, 就是另外一种走势了, 啊, 包括这个Andrew, 对吧, Andrew之前的会员来讲啊, 会员呢, 啊, 就是这个黑马出事, 这时候最好的一个买点, 但是如果你错过的话, 你怎么去追高啊, 调完以后再上, 所以这个会员呢, 他正好是在调完以后上的, 这个地方就是1.2的位置, 到现在你看, 才几天, 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 30多巴仙了, 可不可以啊, 是这样来追高的, 啊, 包括其他股票也是一样, 你不要在他仗的这么厉害的时候去追啊, 你等他调一调好不好, 调一调再追, 市场的钱是赚不完的, 啊, 但是就是考验你耐心的时候, 你等他调一调, 调一调你再进, 好不好, 好, 什么时候调完, 你看到庄家再次抬拉的时候, 前面呢, 庄家调整的时候是在减少, 再一次呢, 高度拉起, 就是调完结束的时候, 那你从这个时候进场就可以了, 对吧, 你现在进去盲目追高的话, 有可能就坐在, 套在那个, 这个套房里边了, 对吧, 这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整体的一个钢铁骨啊, 给大家去做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总结, 我们看一看, 他的这个钢铁骨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钢铁骨啊, 这边有12只钢铁骨, 我们看到今天呢, 基本上啊, 就是全都是涨的, 对吧, 涨多的是, 呃, 348千, 哎, 刚刚那个股票没有放进来啊, 其实我已经存进来了, 就刚刚那个, 呃, 7, 7,9, 8,6啊, 7,9,8,6就是这个, 这个, 可能没有存成功啊, 应该是在里边的, 他是做, 呃, 7,9,8,6是这个, 对吧, 他做了一个钢铁这个橱罐的啊, 他也在里边, 呃, 但是可能没有存到, 没有关系啊, 我们看到其他的, 对吧, 简单看一看, 那这个, 啊, Malaysia Steel, 对吧, 三天前, 庄家就已经再次控盘了, 你还等到现在吗, 会员早就在这边进去了, 看到吗, 会员早在那边进去了, 今天你就30多巴仙, 就是轻松赚, 轻松赚, 对吧, 所以呢, 有软件帮你直接选股, 你看啊, 这是64巴仙, 你直接用什么, 庄家第一天上穿50巴仙就能选出来, 对吧, 这个是23号, 你看啊, 我们拿选股, 选股, 对吧, 23号我们就放到23号上个拜三, 对不对, 上个拜三, 我们就直接50巴仙第一天直接选, 啊, 选出来的都是很好的股票, 25巴仙, 啊, 50巴仙第一天都是可以帮我们选的, 看到吗, 嗯, 看了, 包括跟听啊, Kimlum Resource啊, Malaysia Steel都在里边, 看到吗, 是一样全部在里边, 看到吗, 啊, 那会员的话早就拿软件跟你选出来了, 还在这边等哦, 嗯, 你就不要再说追不追高的问题了, 还是呢, 你提前有准备, 提前有做功课, 那这全都是你的, 对吧, 还有很多好股啊, 在里边, 全部都已经告诉你了, 庄家第一天上穿50巴仙, 你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选股工具的一个重要性, 非常重要啊, 三天前就给你准备好了, 这个后知后觉者, 没有软件的朋友, 到现在才发现它, 对吧, 好, 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啊, 这个CNA社, 今天涨了29巴仙, 但是你看到也是三天前, 庄家就到50巴仙, 控盘了, 对吧, 三天前就已经选出来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选股条件里边, 你看啊, 7908就有这个股票, 7908, 7986这个, 看到吗, 就选出来了, 对吧, 上个拜三就给你选出来了, 这个Line Industry啊, 这个就非常强了, 天天有人问我, 天天有人问, 看他妈什么时候庄家就控盘了, 我们拿这个采纹线掉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嘛, 最好的黑马厨师的形态, 黑马厨师啊, 庄家可以软件直接帮你找出黑马厨师, 什么叫黑马厨师, 这个蜡烛上穿白色线, 白色线是牛熊分界线, 上穿白色线, 并且来庄家到达50巴仙, 买对吧, 就一个字买, 买进去, 你从那一天到现在, 你就会多少啊, 直接150巴仙, 才一个月的时间, 就赚一倍半, 就是这么实现的啊, 我们就有很多会员, 对吧, 就有会员呢, 就直接持有到现在, 那么没有的朋友就一直在问, 还能追高吗, 对吧, 还是那只完蛋的调一调, 还是可以追, 对吧, 就像Andre一样, 没有在第一步追到后面调整完, 继续没有关系啊, 总有机会, 对吧, 机会一直有, 但是呢, 你没有方法的话呢, 永远跟你没有缘分, 没有工具的话, 永远不能高效找到它, 所以呢, 掌握方法, 有工具, 最重要, 市场的钱是赚不完的, 不要担心说, 哎呀, 这个没有了, 是吧, Leon Fa, 这个呢, 也是不错的, 今天第一天空码, 看到吗, 第一天空码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Soulson Steel, Soulson Steel也是, 三天前看到吗, 庄家就已经开始啊, 往上走了, 三天前, 今天也是一个突破, 涨了12%, 这个是Andrew, Andrew呢, 就是刚刚讲到了, 对吧, 这个是21号就已经再度控盘, 那个会员在这买的, 买到现在30多巴仙, 对吧, 也不错嘛, 你看从这儿啊, 从这儿, 黑马厨师到现在, 一共是106巴仙, 那你一周多的时间, 你能够赚30巴仙, 也是可以的, 对吧, 红包拿到手了吧, 对不对, 这个是TaiSing, TaiSing也是非常好的, 就前面一直, 一直庄家控盘, 那不是今天才标11巴仙, 会员莫员的话, 早就在前面就选到它了, 对不对, 这个是L-Steel, L-Steel的话呢, 就稍微震荡性大一点, 对吧, 震荡性大一点, 但是庄家也是有52巴仙, Truby Metal, 这个呢, 庄家不是很多, 所以它涨的也不算特别多, 6巴仙啊, 现在庄家是26巴仙, CSC Steel, 也是不错的, 拉伸的比较厉害的, 79巴仙的庄家, Heptap的话呢, 现在有一点回升的情况,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压力啊, 庄家是62巴仙, 对吧, 也是在涨着, Eco Metal, 这个呢, 还有很多散户在里边, 对吧, 大概是11巴仙, 等它消失会更好, 好, 所以你看啊,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些钢铁股啊, 它是有利好, 各种利好, 对吧, 原材料, 这个疫情利好, 疫苗股的利好, 然后呢, 整本国政策的一个保护, 这些, 但是够不够呢, 远远不够啊, 到最后呢, 我们再拿软件, 一验证, 是由庄家提前布局的, 你才可以进, 对吧, 不然消息再好, 没有庄家操作的话, 一样是, 不能玩的,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庄家, 对吧, 来决定你这个目标, 到底能不能仗的,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拿软件呢, 就是来验证你这些消息面, 好, 这是关于这个钢铁啊, 所以呢, 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就是, 这个选股啊, 选股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现在为什么是钢铁股胀, 对吧, 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很多, 重点呢, 我们怎么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方法, 我们呢, 在这个年底啊, 本周三, 本周三晚上会给大家是, 讲到这个年底行情的一个布局, 嗯, 讲到年底行情的一个布局, 这边呢, 就是会讲到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讲到这个2011年, 2011年这个行情展望, 虽然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这个是本周三晚上, 这个电脑有点卡, 对吧, 2021年行情展望, 非常非常重要啊, 会给大家去预测马股, 2021年是牛世雄, 明年布局什么行业最有前途, 五大牛股的翻倍类型, 干了吗, 怎么说翻倍的, 错过了就, 错过了整个年度, 所以一定要来听, 我们开放了128个非会员听, 听个名额啊, 会员直接可以收到, 不需要报名, 呃, 这个没有写清楚啊, 所以呢, 想要听的朋友啊, 10, 发送WhatsApp, 1230到011, 16527962, 发送WhatsApp, 1230到011, 16527962, 来参加我们这个年度行情的一个展望, 好吧, 然后在年底的话,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圣诞, 圣诞大礼包啊, 不对, 这个Year End Sales啊, 这个是年度大礼包啊, 第一项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 啊, 大COS, 对吧, 这个黑马出世的这个选顾方案, 啊, 会员都有啊, 非会员, 你只有这现在年底之前加入才有啊, 年底之后加入没有了, 对吧, 直接找出那种, 啊, 牛熊们, 这个刚刚说的这个, 大牛股, 对不对, 直接给你选出来,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这种大牛股, 所以呢, 哎, 你呢, 就一定要来参加, 对吧, 抓住我们这个年底的一个行情,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的这个WhatsApp的广播组啊, 也可以发送啊, 2到011, 16527962, 嗯, 然后呢, 想要购买红利软件的朋友一定要找我, 对吧, 一定找我011, 16527962来购买红利软件, 年底给自己送一个大红包, 好吧, 这个, 这个红包啊, 他能给你再生红包的, 不是一次性的, 是永久性的, 不断给你产红包的啊, 生红包的, 所以呢,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呢, 如果有这种想法啊, 有这个打算的话, 一定记得要找MG啊, 找MG来加入会员, 这样的话呢, 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我们的这个After Service啊, 然后好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对吧, 包括还有呢, 这个一对一的一个教学, 好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给大家的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 欢迎你点赞, 并且分享啊, 分享呢, 留言在视频下方, 如果想要收到未来的视频呢, 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呢,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收到了, 我们在呢, 吉隆坡有总行, 然后在新山和槟城都有分行, 我本人也是在总行, 所以呢, 也欢迎你来我们Office, 来访,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是预约电话, 011-1652-7962, 好, 最后一句啊, 大家如果呢, 想要在年底给大家自己, 自己送个大红包啊, 加入红尼软件, 那一定记得找我, 找MG啊, 011-1652-7962, 年底的promotion, year-end promotion, 在等着你, 好吧, 我们后期啊, 下期再见, 拜拜,